身价万亿的财阀会长竟然爱上了自己孩子的舞蹈老师 原来就在几天前孩子学校的演出上 女老师经验的义务恰恰 直接就跳进了这个韩国第一财阀会长的内心 而接下来在晚会上 他和这位女老师神奇的一面之缘 更是让他热血澎湃 这一下会长的心彻底被偷走了 回到家后的他还想尝试 用酒精麻痹自己的热血 可他越喝越热 越喝越忘不了那个勾魂的眼神 于是 这个四十年来从不接孩子放学的会长 开始天天拿着接孩子为借口 频频制造机会与女老师见面 可这一近距离接触更晚了 会长发现 眼前这个女人 不仅拥有迷人的女性魅力 她的体贴温柔 更是甩了家里那只母老虎几十条街啊 只有站在她的面前 自己才真正像个富可敌国的财富 像一个真男人 此时的会长真想破一下色解 可是一想到 母老虎背后的总理父亲 会长最终还是没有勇气男人一次 可让会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莱尔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这天 莱尔忽然主动把会长约来 说要送会长一首歌 随着这首熟悉的旋律飘出 会长瞬间听出了曲终之意 看着这么明显的暗示 会长决定这一次一定拿出勇气 绝不让爱再从手中流走 而莱尔接下来的话 更是如同一针兴奋剂 直接打进了会长的内心 听到这话的会长 就如同听到了来自上天的启示 此时他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无真爱 无令死 不该放任我的罪求